後面還有兩個動腦時間 這一題的答案其實我剛才講過了 為什麼用手緊握住就不容易掉下來 可是為什麼你抓的是魚或者是冰塊 它又比較容易掉下來 為什麼咧 來可愛大帥哥 現在要找可愛大帥哥 帥哥叫做 24 24號 誰是24號 來起立 答案剛才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用手緊握不容易掉下來 可是為什麼握的是冰塊或者魚的時候就容易掉出來 你說什麼 有什麼 這應該比較大這第一個答案 為什麼握的是冰塊跟魚的時候容易掉出來 接觸面性質 這樣講比較有理化程度 就是比較光滑 用手緊握就是等於剛才的用力壓黑板一樣 所以正向力大最大近摩擦力大 它就不會滑掉不會掉出來 但是冰塊跟魚比較光滑接觸面性質不同 所以它的最大近摩擦力會比較小 所以它就會容易掉下來 就是前面交過的會跟接觸面性質有關會跟正向力大小有關的話 OK這就是動腦時間3 還有一個動腦時間4 答案也差不多 這裡有人考過 這裡真的有人考過 這是個書櫃裝滿書 推不動 把書拿出來就推動了 問你為什麼 裝滿的不容易推 拿走就容易推 請問你為什麼 這樣 這真的是考過的題目 這真的是考過的題目 帥哥美女現在要換的是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六號 六號大美女 輸拿走正向力會變小 OK的 在這一題裡面 正向力就是重量 很多的東西 重量比較大 正向力比較大 最大近摩擦力比較大 你必須施力超過最大近摩擦才會動 所以不容易推動 東西都拿出來 重量就變小 正向力就變小 所以最大近摩擦力就變小 所以就會容易推動 所以這裡影響的因素叫做 正向力 在這裡正向力就是所謂的重量 告訴你 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很簡單的兩個小問題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接著要談的叫做 摩擦力的力弊 我有的時候希望要有摩擦力 有的時候我希望沒有摩擦力 我們為什麼可以走路 是因為地面有摩擦 所以我的腳向後凳 給我一個摩擦力向前推 於是我就往前走了 靠著這個摩擦讓我可以前進 你看到影片上 電視電影面上 車子在爛泥巴裡面打滑 車子輪車輪轉了半天 車才是不會走 因為那個爛泥巴摩擦力很小 所以轉了半天 沒有足夠的推動力 讓它把它往前推 所以車子走不了 所以我要靠著這個有摩擦 我才能夠往前走 叫做我希望有摩擦 所以輪胎 我有開紋 然後有開紋 寫有紋路 我要給我一點摩擦 我才能夠往前走 所以如果你開車就知道了 所以要你檢查胎紋 紋路不夠的時候 要你把輪胎把它換掉 免得會發生危險 非常古老的時候 F1賽車用的是光頭胎 完全沒有紋路 現在是有紋路的 現在是以前用的是光頭胎 就是沒有紋路的 OK 那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不是在開F1賽車 OK 我們要有紋路 輪胎鞋底有紋路 要給我摩擦 我希望要有摩擦 我才能夠往前走 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有摩擦 因為摩擦是主力 是會阻擋的 是會消耗的 消耗能量的 因為我的機器 如果有摩擦 就是會把我的能量消耗掉 我給它這麼多 它只能產生那麼多 因為都會消耗掉了 所以會減少我的 損耗我的工作的效率 工作的能量 會造成一些困難 會少掉 我不希望它有那麼多的摩擦 免得損耗太多 所以我就要想一點辦法 我會加潤滑油 潤滑油 讓它摩擦會變少 我會用一些圓圓的東西 比如說我做輪子 這樣子 像圖上顯示 這樣子推 我們的摩擦比較巧 比較容易推動 硬拉 摩擦力比較大 不容易推動 這樣子 所以我會用一些方法 來減少我的摩擦 就要告訴各位 摩擦力是有力 有必的 有的情況下 我希望會有摩擦 有的希望的話 我會不希望要有摩擦 就是告訴各位 很簡單的一些觀念而已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